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后期在广袤太平洋上的轻罗旗步的岛屿当中 日美两军的船舰大炮航母更是撞得血肉横飞天地变色 今天我们就继续回到二战当中去回顾惨烈的岛屿争夺战 首先我们请在台北演播室我的搭档台湾中国电视公司主持人黄晴 帮我们介绍参加节目讨论的三位来宾 黄晴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军事专家郑继闻 第二位是历史作家刘灿荣 还有资深媒体员张有华 就如同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走向一样 太平洋战场的岛屿争夺战也是呈现出这样一条的主线 起初这个日军是肆意扩张 之后被迫转到战略防御 再到顽强抵抗 最终是无力回天 日本军国主义的帝国梦正是在太平洋上走向灭亡 1941年12月8日 日军以突然袭击的作战方式 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和东南亚 同时发起进攻 袭击珍珠港是为了保证日军南境战略的实施 1942年5月 日军通过马来战役 菲律宾战役 和属东印度战役 缅甸战役 以及西南太平洋岛屿珠战役 消灭了英国的远东舰队 击溃了盟军的联合舰队 一时瘫痪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把占领区推进至北齐千岛群岛 东京威克岛 马绍尔群岛 吉尔伯特群岛 南京索罗门群岛北部 新济内亚岛北部 迪温岛 爪瓦岛 西京安达曼群岛 迪缅甸一线 夺取了38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人口1.5亿 掌握了作战地域的完全控制权 达成了战争初纪的作战目的 1942年6月 随着中途到海战的惨败 日本海军元气大伤 美军转入战略反攻 美国陆海军紧密合作 采取挖跳战术 不正面强攻 而是把目标放在夺取并控制 通往日本本土沿途 诸多战略岛屿上 将这些岛屿逐步纳入 美军轰炸机攻击航程之内 为预计中的反击做好准备 而日军对海岛登陆战的反抗 凶猛而惨烈 身陷绝境的日本人 时常会孤注一掷 发起自杀式攻击 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 到1945年初 挖跳前进的美军 抵达硫磺岛和冲绳 活进日本本土 约550公里范围内 此后双方写下了 夺岛海战最惨烈的篇章 彼此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初期 日军这个版图扩张的速度 好像快的是有点不可思议 比如说新加坡的战役 当初被俘的盟军 有13万之多 但是当时的时候 日军的前线人员 只有5万人这么多 为什么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盟军显得这么不堪一击 我们知道二战开始 日军一直到1941 12月8号的珍珠港事件之前 我们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 日军的一个占领速度 叫秋风扫落叶 当时珍珠港事件的同一天 他攻击了马来亚 叫马来亚之翼 就具有首相讲的一句话说 这是英国战史上 最耻辱的一天 那这个中间就有一个 一个很吊诡的地方 为什么以英国的当时的 这种装备跟武力 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 而且被俘虏了13万 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英国当时的主力部队 放在那里 放在中东跟苏联 并不在东南亚 而且英国的好的装备 也没有进到东南亚这边来 所以在二战初期 日本可以这样 如路无人之境的 这边打那边打 英军一试战役 就被俘虏了13万 所以这是一个 有一个相对关系在 那第二个 以旧的比较历史的观点来讲 有很多人在讲说 是不是因为美国 这个珍珠港事件 被日军偷袭了以后 损失惨重 所以影响整个东南亚战局 其实比较新的观点不这么看 珍珠港事件 它影响没那么大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时候 其实现在历史观点 做一个统计非常清楚 八艘 集成美军的战舰才八艘 新洋舰三艘 三艘七族舰 那188架飞机 所以它的重伤 这种伤害对美国来讲 基本上只是一个疲惑伤 所以后来很多的历史学家 在谈珍珠港事件的时候 并不认为它影响美国 或者影响二战那么大 反而激起了美国的一个报复 所以美国当时宣布参战 美国本来是比较属于孤立主义的 刚才讲 日本为什么可以秋风少六月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美国的孤立主义 它并没有很大量的一种投入战场 那也请继闻 我们来讲讲 美国陆海军紧密合作 采用的跳岛战术 也就是不正面强攻 是把目标放在其他的战略岛屿上 这样的战术是有什么困难 或者是有多高明的地方 我们讲这个战术以前 我们先看看整个日本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 它的势力范围 大概它是在1942年8月的时候 就是最外面这个虚线 它的势力到达顶峰 我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非常逼近的这个澳大利亚 所以距离盟军的这个反攻的大本 已经是打到前门 那不过就是在1942年 这个8月开始 就是发生著名的瓜达康纳尔 这个消耗战 这个战役是打到这1943年2月 其实日本在这个战役里面惨败 不只是陆军大量被揭灭 而且它的船舰被集成这个数十艘 所以说把日本的这个攻势整个挡住 然后开启了美国的这个反攻的号角 后来美国在1943年这个开始 就是陆续反攻 包括新几内亚战役 把日本打回去 过来就是塔拉瓦登陆战 然后这个马绍尔作战 还有玛利亚纳作战 最后我们都知道 后来打到像硫磺岛 还有这个冲绳 这就是美国这个跳蛙战术 那我们再看看美国这个跳蛙战术 这几个著名的这个战役 蛙跳就跟下跳起一样 你前面把路给铺好了 之后就是直攻日本了 对我们从刚才那个地图可以知道 你要遂行这挖跳战术它有好几个前提 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绝对的海空控制权 否则你跳来跳去一定是在海上或空中就被阻绝下来 所以海空的绝对优势是确保这个战术得以遂行的重要因素 获得海空优势以后 你另外就是你挖跳 要跳到人家去一点 你必须要强大的两栖作战能力 包括海军的这个船舰 有各种这个这个登陆军舰 登陆艇 还有登陆战车 我们必须说 在这些诸多的海军与陆战队的装备里面 美国当时是世界首屈一指 所以包括太平洋诸多这个跳岛战术 乃至于后来欧洲 像登陆意大利西西里 意大利本土乃至于诺曼地登陆 美军就是借由这些不断历练的两栖作战能力 完善他的这个从海向路攻击的能力 而且据说这个战术其实是麦克阿瑟想出来 我们必须说 他设计出来这一系列这种避开日本的这个坚强据点 实施挖跳 既发挥了美军的特长 又避开了日本坚强设防的据点 事实后来也证明了 借由这一系列跳岛战术 的确是这个美国打赢整个太平洋战争 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与战术 我们看到在群岛的这个争夺战当中 整个战争的天平是开始一点点的倾斜 也一先是在日本占了很大的权重之后不断的向美军这方面来倾斜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日军到底放了什么样的一个战术上的错误 另外又有人说其实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这种战略上来讲是注定要失败的 这怎么解释有华哥 我们先看一张图 这是1994年太平洋战区的一般状况图 各位看这张图你就可以马上理解到 这一张图它里面讲的 就是说整个太平洋防卫圈 它是分成两个战区 一个战区叫做西南战区 一个叫太平洋战区 那太平洋战区它是主岛匕首 所谓主岛匕首就是因为在中土岛海战以后 日本的海空兵力大幅度的收缩 所以它就必须要依赖群岛 群岛的航空器跟陆军部队的结合 然后驻守在这个地方 那驻守在这个地方 那日军犯了三项重大错误 第一个战斗群务部队缺乏 所谓战斗群务部队 像它工兵部队 工兵兵工还有相关的部队 它完完全全的缺乏 第二个它装甲战车的配属都在西南军区 而不在太平洋的岛屿上面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死守租岛 它就必须要想到海军运捕的问题 结果我们看无论打硫磺岛 无论打塞班岛 甚至于打其他的岛屿 它虽然让美军伤亡很大 但是它后援断绝 在后援断绝这个部分 结果它导致了群岛都被殲灭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 在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打得非常激烈的 倒也不是海空作战 而是两栖登陆作战 两栖登陆作战 这个太平洋的伤亡 是比迈克阿瑟的跳岛的伤亡还要大 就是日军他也犯了逐次用兵的毛病 所以被美军攻陷 虽然美国这一仗打得非常的辛苦 但是日本以优势的兵力 没有办法去阻绝美国的进犯 它说明了一个事实 日军太强调战斗 所以它导致了它主导被歼灭 不管是战术上的事物 还是整个战略上就注定要失败 那么对于日本来说 太平洋战争 它是一场消耗不起的战争 在后面的整个胜利的天平 已经逐渐转向美军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美军的进攻 会遭到日军如此强烈的一个阻击 原本美军打算只用五天 就夺下来一个弹丸小岛 最后却用了36天 而且伤亡却高于日军 这就是著名的硫磺岛战役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广场上 有一座巨型雕像 五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 正奋力插起一面美国国旗 这座雕像是根据美联社记者 乔罗森塔尔拍摄的一张 二战著名照片速成的 而这张照片表现的 正是硫磺岛上的血战 1945年1月25日 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 攻入菲律宾主要岛屿之后 美军就将进攻矛头 直指硫磺岛和琉球群岛中的冲绳 并对硫磺岛实施持续轰炸 据统计美军在登陆前 共消耗炮弹炸弹两万四千余吨 硫磺岛上平均每平方公里 承受了一千二百吨 然而日军早已把硫磺岛 剪成坚固的要塞损失轻微 2月16日 硫磺岛战役正式打响 迎接美军陆战队的是极为残酷的地面战 上岛的美军每前进一步 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岛上许多防御坚强的据点 还是由步兵在坦克的近距离支持下 一个一个摧毁的 战斗已经成为不折不口的消耗 美军有时一整天只能前进四米 惨重的伤亡甚至使军官们都没有勇气 再将士兵投入战斗 本来计划五天拿下硫磺岛 但美军整整打了一个月的硬仗 3月26日 美军宣布占领硫磺岛 硫磺岛战役 日军守备部队 阵亡两万两千三百零五人 背负一千零八十三人 共计两万三千三百八十八人 美军阵亡六千八百二十一人 伤两万一千八百六十五人 伤亡共计两万八千六百八十六人 美军为攻占硫磺岛所付出的人员伤亡 比日军还多 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 登陆一方的伤亡超过抗登陆方的唯一战力 在硫磺岛战役开打之前 美军曾经侦查过岛上的防御攻势 做出一个预估说 大概可能要伤亡两万的士兵 才可能夺下硫磺岛 最后的伤亡是将近三万人 为什么硫磺岛对于美军来说 如此重要 要势在必得 它的战略意义在哪里 我们看这张图 硫磺岛就在这个位置 各位晓不晓得为什么硫磺岛它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各位可以看从日本的本岛 它到西南方面军 这个蓝色的区块这个地方刚刚好 它是在一个中间点上 那除了这个以外 那更重要的是硫磺岛是日本 大本营里面所设定的叫做绝对安全防卫圈 因为夺下了硫磺岛 B29轰炸机就可以直接空袭日本的本土 所以为什么要打硫磺岛 它关键的因素是在于 就是美军他必须要去切断 好 日本的东南航线就是绝对防卫圈的顶端 而这个顶端 各位可以看在小立元群岛的上方 就是硫磺岛 刚刚有华哥已经说到了这个硫磺岛的战略意义 我们就来接着讲这个日军的坑道战术 在硫磺岛的战役当中美军面对的是非常残酷的地面战 因为美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说有过一天只有前进四米的这种惨烈的战况 到底这日军的防御有多强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整个硫磺岛 这个图这个就是硫磺岛当时日本的这个布置图 我们可以从这个上面也看到 硫磺岛事实上是有两个机场 第一飞行场第二飞行场 另外在这东南角一个很有名的山叫做泽本山 其实这就是后来美军伤亡很惨重的一个重要据点 其实基本上美军是从硫磺岛的这个西南这个角落开始登陆 然后往内陆推进 一路上受到日军坚强的抵抗 其实我们必须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 它占领了非常多的这个岛屿 也因此如何有效防御岛屿 事实上日本是有经过多年的经营的 我们看这些这个几张这个日本人出的这些图就可以知道 你看它这火炮是这个如何这个布置在这个碉堡里面 这个看上图 对 它就是很隐秘的一个阵地 另外这个利用这个南太平洋的这些原木 大量构筑它的这个防御设施 那所以就是日本对于岛礁的防御 事实上它很这个很会利用就地取材 利用各种木材或者地道等等公式 来形成它岛屿这个整个防御公式 不过在这个硫磺岛这个地方其实还是比较特别的 特别是日本人构筑了很多地道的这个公式 我们从这一张这个美军 它在这个硫磺岛作战的时候 它所这个发布的这些新闻照片可以看出 这个美军可以算是在岩石堆里面进行作战 这个岩石堆里面到处都是日本的这个枪口 或者这个步兵这个隐藏的这个地洞 那导致美军只是防不胜防 由于这些坑道过于纵横复杂 美军常常搞不清楚 所以最后只要看到坑洞就是丢炸药 把这个地洞给封起来 所以大量的日军事实上并不是立刻被炸死 而是被这些摊陷的坑道活埋致死 这也造成这一场战役其实日本的伤亡非常的这个惨重 当然美军也好不到哪里 我们从统计图表就可以知道整个硫磺岛战役 美军是这个阵亡和受伤在两万八千多人 日军大概两万多人将近两万一千人 这也是整个跳岛作战里面 这个攻击的这个美军 这个伤亡人数超过日军唯一的这个战役 不过我们必须说到了战争末期包括这个硫磺岛作战 乃至于后来的冲绳作战 其实美军的伤亡都是非常大的 这严重的伤亡事实上也导致美国后来要结束太平洋战争 他不惜动用原子弹来结束这场战争 他主要的用意就是避免美国人过多的人命财产的损失 然后这也使得日本人成为世界上唯一曾遭受过原子弹轰击的这个国家 我们看到在这个硫磺岛战役当中 美军的伤亡是两万八千多人 那么日军只是两万出头一点点 为什么最后日本还是没有守住呢 美军伤亡都比日军还要大呀 硫磺岛基本上对日本来讲相当重要 如果硫磺岛被美军拿走的话 那等于日本东京这一带是门户洞开 一个美国B-29的中程轰炸机 就可以直达那个日本的一个领空上面 那为什么硫磺岛当时一直在坚守 坚守到后面站到一兵一组 日本政府这边并没有派军去支援 或者把物资输送过来 只有在那边干召集 在那边无可奈何 那这中间其实有一段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如果从历史的一个比较放大来看 日本当时在启动这个二战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很要命的一个事物 他估算错误 他一直认为所有的战场 他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 他以日本的物资来讲 物资来讲 他必须仰赖被他侵略的一些国家的一些物资来支援 那包括中国战区 他当时认为打中国战区 大概两三个月就会把中国战区拿下来 结果一打打了八年 那第二个硫磺岛之所以 到后来日本只能干着 你看着美金这样直接风炸 硬是夺岛 他想支援 但问题有办法支援 我们要知道硫磺岛是在1945年1月开始打 之前大概四个月 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战役叫人类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海战 是在哪里 在菲律宾的那个联谊台湾 当时也有人讲说这次海战是日本跟美国最后一次的航母战争 因为这次双方出动了21架航空母舰 21架驱逐舰 170几架的战舰 还有2000多架的飞机 这次一次空前的海战 在硫磺岛之一之前四个月爆发 爆发战争结束 是以日本失败告终 日军几乎已经所有的海军经历跟风中无力 全部在雷伊台湾这一次受到重创 没有能力去支援硫磺岛 所以硫磺岛到后来日本不是不重视 日本知道这个战略位置对他来讲 对日本来讲相当重要 但是只能干着急 而且菲律宾群岛是把整个南洋地区的物资输送线 等于它这个中间切断 所以日本它不是不重视 在硫磺岛来讲 它只是无可奈何 所以对于日军来说是军备的后继无力 其实在整个太平洋战场的中后期 日军也并不是毫无抵抗之力 从刚才的硫磺岛战域就可以看出来 那么对于美军来说 日军的这种阵地战 坑道战都非常可怕 还有一种最可怕的叫做特工作战 是自杀式的攻击行为 这种攻击行为在后来的冲绳岛战域当中 是用到更加的厉害 被很多美军听到就非常的害怕 我们先休假广告之后 回来再了解一下 这种余敌余己都是非常残酷的绝地反击 欢迎各位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金灵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规模的战果 是在太平洋战场的中后期日军采用的作战方针之一 神风特攻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应运而生 而这种用活生生的人当成导弹的定位器 用飞机作为炸弹 也被军事之家称为迄今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 也是规模最大的自杀性攻击行动 随着日本海军在太平洋连连受挫 号称世界第三海军的日联合舰队已是日暮图穷 然而狂热的日军并不甘心失败 他们把战备的重点转到特攻作战上 1944年10日 就任日本第一航空舰队司令的大西龙之狼中将 在菲律宾成立了以巡舰航母为目的的神风特别攻击队 并在莱特湾之战中首开自杀飞机的先河 集成了美军一艘护航航母舰 重创四艘 轻伤一艘 此后日本海军先后组建八个神风特攻队 代号分别为 福岛 昭日 大河 山鹰 纯中 城中 中涌 和异列 日军投入的神风机共两千架 日本自杀飞机规模之宏大 令美军目瞪口呆 美军战舰人人自危 他们给这些赶死队员起了一个外号 俯冲恶魔 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打击下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神风特攻队也随之寿终正寝 当晚 所谓神风特攻队之父 大西宗将在绝望中以传统方式欠负自杀 他留下遗书至特攻队员的英灵 向死去的特攻队员们及他们的家属谢罪 至此 神风特攻队的血腥历史宣告结束 而先后参加特攻的3500多名 只接受过最简单飞行训练的年轻人 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可悲的殉葬品 在这个太平洋战争的后期 日军这种有去无回的赶死队 可以说是发展到的极致 也让美军几乎是人人自危 那请借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神风特攻队它的规模有多大 攻击方式跟破坏力又是如何 我们知道神风特攻队在整个太平洋战争 那据统计大概有3000多到4000名 日本这个特攻队员参战然后死亡 它的成功率大概是14%左右 大概确定集成了大概将近50艘美军的船舰 另外有300多艘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我们必须说这个作战 等于说以现代的术语来说 是日本当时太平洋战争末期 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展现 那当时有没有想说 我一人一机要换得多少的这个伤亡 才是有达到这个所谓的投资报酬率 基本上神风特攻队强调说 一人一机一弹换人家一件 就是特别是这个航空母舰 尤其是他们的攻击的重点目标 那我们从这个神风特攻队它的养成 我们可以知道 它很多队员是这个飞行学校练习生 就是年轻的练习生 它整个培训的时间 据说大概是两个月 第一个月就熟悉这个飞行 熟机射击 第二个月就是这个熟悉 如何有效特攻作战 来撞进敌舰造成最大的这个这个损伤 当然它运用的飞机 其实都是一些轻型简单的 包括侦察机战斗机或轻轰炸机这些 然后执行任务的 这些飞机通常只有搭载单层的这个油料 也就是有去无回 另外飞机里面搭载至少500公斤的这个炸弹 也就是撞进敌舰以后 会确保造成最重大的这个爆破 爆着壁死的决心 对 然后它实际执行任务的时候 据说它是以小队为单位出击 大概12架飞机 一体出击 然后出击的时候会有各种战斗机 侦察机来保护 通常侦察机识别目标后 会找出敌人弱点在哪里 然后通知特攻队进行攻击 而且它攻击的时候 为了让攻击效果最好 它会从不同的方位一起对目标实施攻击 确保它的最大战果 它是一个很残忍不人道 可是对于当时穷途末入的这个日军来讲 也是因为神风特攻队的攻击 造成非常重大的这个战果 而且还超乎这个美军的预期 而且最重要是让美国在心理上承受极大的震撼 怎么会面对这样的敌人 但是我们也不可 我们必须严正说 也是因为美军受到这样的震撼 迫使它最后必须要动用原子弹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很多日本青年 当时去的时候都是热血沸腾 都是勇敢的去赴死 那么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是怎么给他们洗脑的 我们讲到神风特攻队 我们以为神风特攻队是一机一弹 那事实上它真正进攻的时候 它是用五到七架飞机 两架警戒 一架它掩护的有樱花机 菊花机 藤花机 等这一些 它虽然是飞行学校 但是有飞行经验的 它会采取五机编队 两架警戒 两架攻击 然后一架俯冲 那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神风特攻队显然是一个集体行动 那这种集体行动的话 他们通常往往是找18到22岁的居多数 为什么他要找18到22岁 因为18到22岁的几乎同时都在飞行学校训练 那飞行学校训练呢 他们采用的机种 还有训练的方式 都是统一的模式 而这种统一的模式 会造成一个同侪之间的压力 他往往是掩护技术最差的去弄 然后飞行技术好的 担任警戒跟攻击 前后踢次 然后掩护中间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日本的这一方面训练 应该跟他的当年的军国主义 还有当年的所谓的同侪的压力 跟日本文化是有相当大的关系 我们讲完神风特工队 各位不要忽略了 日本他还组织了一个叫做自杀艇 他有蛟龙 他有海龙 胡龙 回天 元八 那你看他们取的 取的那个命名的名字都很好听 就跟他有樱花鸡 菊花鸡 藤花鸡 跟樱旦 他为什么要强调樱花 樱花是日本的国花 是开花的时候最灿烂 枯萎的最快 他为什么讲菊花 菊花就是菊号作战 他为什么讲藤花 那藤花是日本最美的植物 那换句话说 它让你心甘情愿的进行 所谓自杀式的攻击 是跟你的教育文化 是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当日本他采取自杀式的攻击 就是证明 他的国力 还有他的战力 已经无法应付太平洋战争 这也就是说日本 他惨败的原因 从神风通过内 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的日本 已经确实走到穷途末路了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美军这一方面 两位指挥官 一位是在海上运筹帷幄 我们在节目中多次提到的 尼米兹将军 那么说到陆地战 马上会想到的就是 迈克阿瑟将军 迈克阿瑟是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 他用自己的战绩 是证明了西点军校百年来最优秀毕业生 这样的一个实力 我们先休假 广州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清零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在太平洋战场上 美军的指挥官 迈克阿瑟给我们留下这样的一副印象 总是嘴叼着一个玉米心的烟斗 身着卡其布的军服 头戴着战争软帽 眼睛上卡着一副黑色墨镜 一副神气十足 非常傲气的样子 不过迈克阿瑟有霸气凯旋的时候 也有灰头土脸败逃的时候 蒙军在太平洋战场上 担上了两大著名将领 一位是美国海军五星上将 切斯特威廉·尼米兹 另一位就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作为一个个性鲜明 强悍活跃的将领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一直是媒体的宠儿 视线的焦点 他是西点军小百年来 最优秀的毕业生 也是唯一被外国授予元帅称号的美国人 更是美国将军中 唯一一个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人 太平洋战争初期 麦克阿瑟领导了菲律宾保卫战 坚守四个多月 给在太平洋战场上 所向披靡的日军第一次挫折 尽管最终美非军队 无法抵抗日军的进攻 麦克阿瑟不得不撤离菲律宾 离开时他发誓 我还会回来的 三年之后 他果然履行誓言 率军光复马尼拉 解放菲律宾 在群岛争夺战中 盟军采用麦克阿瑟的月导战术 成功地收复了一系列群岛 战争中 麦克阿瑟从不考虑个人安全 曾经数十次进入日军的火力封锁区 一次又一次地和第一攻击波的部队一起登陆 他成功地指挥了他的部队 实施了56次两栖登陆 他曾说 能打死我的日本子弹 还没造好 因为他的卓越战功 麦克阿瑟获得了不少最高荣誉 1942年3月 麦克阿瑟被授予 他盼望已久的国会荣誉勋章 1944年12月被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 1945年8月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 8月30日 他乘坐他的巴丹号飞机霸气十足地在日本着陆 1945年9月2日 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天 他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庄严的授降仪式 全世界都在倾听他的声音 今天枪炮沉没了 一场大悲剧结束了 以此伟大的胜利赢得了 麦克阿瑟将军是一位个性非常鲜明的将军 尤其大家印象深刻 在日本投降的时候 他是用五支派克匹来签字 他还差点一把火烧了日本的晋国神社 那么请教社长 你怎么评价麦克阿瑟这位人 麦克阿瑟向来有正反两面的一个评价 我们可以讲说他在美国军事史上 他是一颗明星 绝对是一颗明星 最年轻的少将 最年轻的一个西连经销毕业的一个将领 很多很多 包括最年轻的一个门军统帅 但是他很多人在讲说 麦克阿瑟他其实也是一个 好大喜功意气用事的一个人 我们可以从艾森宝来看 艾森宝当时在1933的时候 是在麦克阿瑟身边当一个参谋 当时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在麦克阿瑟身边 即使像我这样的一个参谋 我也让他变成像子军一样的实用 用完就丢 没有什么尊严的 所以说麦克阿瑟在用人方面 艾森宝其实是颇有为耻 艾森宝曾经甚至举一个例子 说当时1935年 菲律宾请麦克阿瑟去帮他们 组建一支国防军 然后顺便帮他们训练 当时麦克阿瑟带了艾森宝到菲律宾以后 他要求菲律宾的总统叫奎松 他要求奎松两件事 第一个说我来帮你训练国防军 那请你给我一个头衔 所以人家说他好大喜功 他要菲律宾总统 封他一个陆军元帅的一个头衔 这个很虚虚 你美国人跑去那边 当他陆军元帅有什么意思呢 但他就非要 第二个要求加薪 每个月加4千 3980美元的一个薪水 包括他日本投降的时候 他在密书理件上签字 签字既然用了五支派出钢笔 为什么要用五支 这是一个明星式的表演 而且是挺个人化的 一个英雄主义的一种做法 你本来代表政府签字 一支钢笔就够了 签一支就好了 他用五支 所以他在后世有很多评价 是说他正反两面 无论如何他是一颗明星 但也是一个浩大喜功的明星 有人说尼米兹将军的个性是温和 麦克阿瑟是比较爱作秀 后来军事研究专家也分为 尼米兹派跟麦克阿瑟派 那么请教一下 有何您认为在整个太平洋战争上 他们两个谁的功劳更大一些 谁是决定性的因素 真正决定太平洋胜负的 应该是尼米兹 各位可以看 如果不是尼米兹 在西南太平洋去 截断了日军的补给线 麦克阿瑟他想要实施跳岛作战 是有他的困难 这也就是麦克阿瑟跟尼米兹 他们长期陆权派跟海权派的争论 可是我们研究太平洋战争 还是研究尼米兹的领导作为比较多 是多过麦克阿瑟 我们看广阔的太平洋 现在世界各国 只要研究太平洋的话 一定会把尼米兹的战史 他拿了出来看 就是说整个海战才是决定了太平洋的核心 那相对于麦克阿瑟 他是一个政治型的将领 那所谓政治型的将领 未来去研究麦克阿瑟的 只有一段 就是仁川登陆 但是就整个战役的平均来说的话 我还是认为尼米兹上将是超越了麦克阿瑟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答 从麦克阿瑟到菲律宾的大败退 到后来美军雪战攻克冲绳岛 交战双方的士兵的生命跟鲜血 染红了这片海域 也描绘了二战当中最惨烈的这场腥风血雨 其实战争最直接的受害者 就是这些官兵身后千百万个家庭 今天在日本军队主义再次开始抬头的时候 我们再次重提这段历史 就让你们记住历史 不要忘记写的教训 谢谢黄金 谢谢大家来边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也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夜行 我们下期再见